秦姐 这么长时间不见 也不见老啊 早 你听好了 待会儿你上场 可以照顾时间洗了 他可是 秦姐的新宠 没问题 必须的 这孩子 我怎么见得好眼熟啊 他跟沈方舟是什么关系 你猜呢 你不说 我也知道 他们是哥俩 和你姐 丽雅 通吃 走吧 还有五分钟啊 马上到我们了 别好 怎么了 紧张啊 跟平时练习一样就行了 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 土豆 白菜牙 那就对了 把所有裁判 都当成白菜牙 土豆 就不紧张了 好 好 今天的比赛非常地精彩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请出 本轮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这位 来自大理的美少年 年仅十五岁的沈千玺 掌声有请 姐 安全 甘 探几变 DI bad 投ATE 宸 快点 这边 行不行啊你 來來來 快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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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刚才的表演当中啊 咱们的千玺有所失误 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 她精彩的表演 那么接下来 即将要进行评委现场投票 绿灯表示通过 红灯表示出局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委 千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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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目前呢 我们的比分非常地平均 而最后一个决定权 落在了我们时尚和实力派的 明星导师陈子昂的身上 好 我们的陈老师 会不会把机会留给我们的千玺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刚刚千玺在表演中途的时候 有一个严重的失误 以我对街舞的理解和了解呢 这个动作还不是特别地难 如果我让她通过的话 就会对其他表现优秀的选手 非常不公平 千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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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千玺 千玺 我是一个喜欢梦想的人 也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人 你刚刚的舞蹈让我很感动 这也是艺术的感染力 我觉得沈千玺 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 因此我决定破例一次 通过 谢谢 恭喜我们的千玺 通过不失 进行驻散 你神经灭啊你 给她这一票 让她过关 看横景清小权得失的那个样子 静姐 我这也是骑虎难下呀 你想一想 我要是违背了所有人的意愿 就势必会遭受大家的理智 我这也是用脑子想了一下下的好不好 就你会找理由 放心吧 静姐 下一轮我有一票否决权 那个沈千玺 她即便变成麦克尔傑克森 也拿不了冠军 我倒是想看看这何念琴 花了大价钱 还一败涂地的样子 子昂 你太坏了 这还不是跟你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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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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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 你怎么来上海过万圣节了 你弄个家肚子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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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孩子了 我的天 我 我 我的天 宝贝 陈寅 你去看了很久了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你这变化也实在是太大了 你知道吧 我们上次见面还在纽约呢 你这里就还了这么大的一个宝贝 我的天 认识一个星期了 我是不是变得又肥又臭 不不不 我怀孕后一直很沮丧 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准备当妈妈 我曾经想过不要她的 别 雷贝卡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这个幸运的家伙到底是谁啊 谁才是孩子的爹地啊 这是个秘密 等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好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祝福你 你最近怎么样 我听不如说你交了个上海的女朋友 是 她叫何彬彬 我们已经订婚了 这么快 当然了 遇到合适的人当然快了 你看 我的戒指都没了 我真是没想到 你这么个情圣 竟然被一个中国小娘们降服 我是该祝贺你 还是哀悼你啊 干嘛要哀悼我 你当然要祝福我了 雷贝卡 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 我想请你和冰冰吃顿饭 啥 当然冰冰要吃自己就算了 不介意 一起吃饭 你别说 清醒的眉眼之间呢 跟沈方舟还真挺像的 这个弟弟嘛 有这个小男生的天真可爱 哥哥呢有成熟男人的成本的霸击 又犯花痴了 我是看你的眼神恍惚 你是不是想沈方舟了 想他干嘛呀 烦心啊 现在连人家亲弟弟都签了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 能够亲上接亲呢 想不到分手了 可惜啊 感情这个东西啊 我已经看得很开了 没原味就分呗 没什么可惜的 我这辈子唯一最可惜的 就是我只有冰冰一个女儿 她迟早要跟着詹姆斯 远嫁外国的 我多羡慕你啊 你的儿子 至少还可以多陪你十年呢 那你可真说对了 这一个女人呢 最贴心的小情人就是儿子了 谁跟你说我不会介意的 你刚刚坦白交代 你跟那个瑞贝卡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宝贝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是在学校 玩乐队的时候认识的 她也是一个 台湾的ABC 我们喜欢一样的音乐 所以就能玩到一起去 就这样成了朋友 哦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有 听你说起过她 因为 自从我掉入了你的亲王 我的全部注意力 都在你的身上 就会天言蜜语啊 真的 当时她突然过来找我 也把我吓了一大跳 不过 你等会见到她的时候 你就不会怀疑我们的关系了 哦 为什么 可以吗 瑞贝卡 嗨 带哥 冰冰 嗨 冰冰 这就是瑞贝卡 这就是瑞贝卡 瑞贝卡 冰冰 你好 你好 哇 你怀孕了 哇 恭喜恭喜 谢谢 你比 你比 James说的还要漂亮 我们坐下说吧 你先生没有陪你一起来吗 我还没结婚呢 哦 不好意思啊 瑞贝卡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呢 你连我都要保密啊 冰冰 我看你手上戴着James的祖传戒指 你们真的订婚了 恭喜啊 你也听说过这个戒指的故事啊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有无数的女孩想尽办法 想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呢 你真心愿 好 瑞贝卡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缘夫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才不在乎怀孕呢 为什么我 要因为一个意外的手机卵 而改变我自己呢 我喜欢喝酒 就喝酒 我喜欢吃辣 就吃辣 为了让这个世界上烧一个怪胎 你还是少喝点吧 冰冰 你知道我和James是怎么认识的吗 知道啊 他跟我说你们是玩乐队的时候认识的 他还说的什么 没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呼闹的年纪了 现在要严肃地对待以后的生活 对吧 James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指责我还在胡闹吗 瑞贝卡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没喝多 冰冰 我现在就严肃地告诉你 我在你之前 是他的女友 怕你坦白了吗 瑞贝卡 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交往过 可是我爱过你James 而你只把我当成朋友 瑞贝卡 你别开玩笑了 瑞贝卡 瑞贝卡 刘烟 对不起啊 这个事情我不是刻意要跟你隐瞒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我跟瑞贝卡根本就没有交往过 我真是上过一两次窗而已 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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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个酒店 冰冰 对不起啊 瑞贝卡 等会儿冰冰回来的时候 你必须跟她解释清楚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只是上过窗而已 你明白吗 James 这孩子是你的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是这孩子的父亲 是你把我肚子给搞大了 你真会开玩笑 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发现你开玩笑的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真的 我没开玩笑 你真没开玩笑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我们之前都是有做了安全措施 而且你还一直在吃药 你仔细想想 我那天喝多了 我们都喝多了 后来我发现 我把药片搞错了 搞 我吃的不是避孕药 是治疗筋痛的药 你就这么搞错了 就这么简单 我就怀上了啊 你想要用没有憋的可能 你也想要用没有憋的可能 你也想要用 是不是世界上出了什么差错 你那段时间不是跟布鲁斯一世 百分之百的肯定 你 就是罪魁霍首 你要不相信 我们可以做DNA鉴定啊 我错了我错了 又不是世界末日 四个月之后 生孩子的是我 不是你 还有 我不会跟冰的说的 哎 怎么了 那什么就是我感觉握得头 我感觉快要炸了 冰冰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我跟James 没谈过恋爱 没关系 不管谈过还是没有谈过 我都不会在乎的 我不会在乎他有多少个前女友 毕竟我是他的现在进行时 还有将来时 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可以的收拾你 瑞莉卡 我还是很希望你可以尽快找到一个爱你的人结婚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毕竟我是他的现任女友 我希望今后你不要再单独的约James出来 我是一个中国女人 是一个会吃醋的中国小女人 希望你能理解 希望你能理解 谢谢 我正在替她肚子里的宝宝难过 你说她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投胎到瑞莉卡这种天下第一奇葩的肚子里 是吧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说你的心也够大的呀 让我给你的前女友做一桌吃饭 你不怕我们俩打起来吗 我真是太愚蠢了 我警告你啊 今后不许跟她单独见面 听到了没有 嗯 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嫉妒她 我是不欣赏她现在的态度 她以前多么地消杂放纵 我可不管 可她现在马上要当妈妈了 她就得对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呀 怎么能那么喝酒呢 一点不会孩子考虑 我真的搞不清楚 她到底是觉得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恨把她搞怀孕的男人呢 她叫我妈妈 你好 你好 我怎么需要谈谈 好的 瑞贝卡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做孕妇于佳 我的胎位不正 玉芬建议我做于佳来调整胎位 胎位不正 感觉好可怕啊 瑞贝卡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告诉我 我确定是孩子的父亲吗 你是 你再确定一下 可这不可能啊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DNA 你之前的这些都是推断啊 雌性动物的本能 就是能准确判断 谁是自己孩子的父亲 我会有错的 你这样说我实在是很难过 你是怀疑我在欺骗你吗 你解释最渣的渣男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下鉴定会比较好 不用 用不着 我不用你负担任何责任 我可以当个男生母亲 我没明白你处是什么意思啊 詹姆斯 我来找你 不是寻求你的帮助 我可以把孩子自己生下来 难道 你要跟冰冰分手 和我结婚吗 别抗 我很爱冰冰 我跟冰冰结婚 现在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是不会改变的 可是 我有想 对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 就是我还没有想好现在该这么办 好 尤尔卡你这么了 不要动 不要动 不动 我刚起去太激动了 孩子踢了我一下 你 稍微对不起 我不敢让你那么激动 你先冷静一下 我可以动了吗 尤尔卡你没事吧 好些没有 好多了 你扣一下 James 你说你愿意 负担责任 其实我听得很开心 但是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我也不希望因为一个意外到了的小生命 残破你和我在一起和我结婚 让实在是太不酷了 其实我很讨厌自己变成这种无聊的绝望嘱咐 不 我喜欢玩乐队 我的梦想是Punk Rock 所以我和父母商量好了 等孩子出生之后 像鬼不怨的夫妇来领养 什么 你在开玩笑吗 很酷对吧 所以我才没一直告诉你啊 不过你对夫妇说 要生出来之前 要让身负先知道 免得出生之后有些麻烦 所以我才来上海找你啦 我就在那儿去签吧 出完事了 好 葳葳啊 我坚持都不敢相信 我现在遇见被你的 练环炸弹给炸懵了 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我去给你倒杯果汁 你好好休息一下 你可真是色胆包天啊 你把我带到安吉拉的家里 摆滚床单 就不怕被你老婆知道收拾你 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那个傻大妞才不是我老婆呢 她想的美 但现在脑子里的水 比肚子里的水还多 又丑又老又笨又妥 对不起 Angela 朋友圈传你俩的八卦 我还不信 陈子 你劈腿还不算 你还骂我 侮辱我 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子昂 你不会说 他在洛杉矶吗 信不信 我给你了 安娇 安娇 听我说 安娇 安娇 听我解释 是导演让我和粉配排练的 我们在排练创期 我 你怎么办 这么办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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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 你太不要力了 太无耻了 王菲菲 我 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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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前面 你往前面 放开 放开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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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快走 你别走 你快走 走 你干吗 你干吗 安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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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真动手打我 你是不是人哪 连你一起扎 你给我 你给我给我 放手 把手指给我 放手 好疼 不要 不要 小白 怎么那么晚了 清姐 你快点来医院 安吉拉流产了 怎么会这样啊 她不是在洛杉矶吗 被陈子昂打的 安吉拉突然回国 发现 陈子昂和菲菲同奸 什么都别说 快告诉我哪家医院 我马上去 小白狗有带了 在哪个方间 紫妻 清姐 清姐 您应该把人带到这种地方来 你脑子被零急了 万一被狗仔知道了 你担担得起吗 这是最近的医院 安吉拉它打住血 差点连病都没了 带走 你不要干什么 站开 快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谢谢啊 这些人也太霸道了 明晃晃地来医院抢人 隔开社会似的 我们已经报警了 警察来了吗 小白 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出去一下 我们说点事情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再关一下门好吗 麻烦你们了 谢谢 小白你受伤了 Angela呢 Angela被静姐抢走了 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对不起 怎么了 我有办法 监控摄像头是我偷偷撞的 Angela也不知道 静姐你曾提醒过我 一定要小心趁糟 但是不能和她硬碰硬 陈子昂真不是人哪 怎么可以这样对安静了呢 怎么可以这样对安静了呢 哎呦 可以的安静 我有先保护好吗 都可以是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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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把她送到公共医院去 万一流产的消息怎么了 那她撤底就写菜了 这辈子甭想再吃这碗饭了 你胡说 你是把陈子昂的罪行曝光 砸了你的饭碗 没错 我警告你 你现在是在绑架安全牢 我们马上都可以报警 我不愿意跟你们这帮小孩瞎掰扯 秦姐 你可以去换吧 我要你马上跟安德拉解约 秦姐 秦妈 秦奶奶 你这买卖做得也太霸道了 我可是当初借了高利贷 花了天价违约金 把安德拉从你这儿收出去 这才几天功夫啊 你去个空手套白兰把她抢走 还有没有天理呀 你别在我面前装蒜 解约金全是安德拉自己掏出来的 你还利用陈子昂 从安吉拉那儿骗走了上百万 安吉拉的银行流水账 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你要看一下吗 一斌 那又怎样 你懂不懂什么叫千金就买我愿意 一切都是因为你刻板死脑筋 安德拉和你闹翻 一切都她自己自愿的 可没有人逼迫她 你去高昂 你去呀 花无尽 你别忘想讨价还价 我们已经对你仁值一尽了 陈子昂 她用尽了各种手段 才爬到了今天 坐上了评委 又签了那么多的广告 你觉得这个视频要是播出去了 不会影响她吗 那行 那随便你 但我敢肯定 陈子昂的偶像形象 肯定会全毁了 你再去借高利贷吧 我看你怎么去应对 那些广告客户 多行不义 必自毙也花无精 给自己留条后路 也给安吉兰一条生路吧 否则 我何念琴 肯定会拼尽所有 都要把你绊倒 我说到 做到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喂 冰冰 喂 詹姆斯 不是 我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 你人哪 死哪儿去了 我手机丢了 丢了 这么好的借口 你不会拿别人电话给我回一个吗 知不知道出多大的事情 安吉兰拉出事了 现在我得赶紧跟我妈还有小白 我们得去救她 出什么大事了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用不着 歇着吧你 冰冰 冰冰 你怎么还在这儿打电话呢 警戒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快走吧 快快快 开门 我是白浩然 静姐让我过来的 挑剧 慢着 安吉了 安吉了 你是 resonance 别喝了 别喝了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你觉得怎么样啊 怎么 怎么回 别走 我问你 还有没有人性 她刚刚留完产 就这么给她灌酒啊 不 不是我 是花总 因为安吉拉非常痛苦 花总半个小时之前来过 给了安吉拉两瓶洋酒 说要让她喝喝痛快 是 真的 骗你我不是人 小心点 小心小心 快吃了 怎么样啊 怎么样安吉拉 没事吧 你们把这事毁了安吉拉呀 让她这个妇妇就好了 我要杀人 我要杀人 来 再回家 再回家 来 小心点 小心啊 小心 来 安吉拉 慢点啊 好 我扶她 我来我来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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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了 小白 你先走吧 行吗 可以的可以的 放心吧 小心啊 慢点 好 慢点儿 冰冰 去弄点热水来 好 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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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靠着我 来 来 来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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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 好 来 慢一点啊 好 没事了 好 没事啊 都是我自己做的 要是早得听你的话 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我现在忍不忍 贵不贵呢 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 没脸见你们 别这样说好吗 你是我的女儿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我看见你这样 我心好痛啊 你在外面被坏人欺负了 我当然要保护你 我不会放过那些 欺负你的人的 欺负了 什么都别想了 却在家里面好好待着 养身体 我跟妈妈都会陪着你的 是 我把自己身家性命 当赌注一样 赌在了一个混蛋骗子身上 我现在输的什么都没有了 活着干什么呀 我没用 又软弱 我愚蠢地只知道伤害爱我的人 对不爱的人却委屈求全 那 安德拉别说了 你为了一个混账 男人犯下的错误 去惩罚自己不值得 还有 你是一个大人 想想你的责任 你有父母要去尽孝心 有很多很多喜欢你的粉丝 等着你回去 让一切重新开始吧 你是有家的 我跟妈妈都是你的家人 都会陪着你的 听琴妈说 什么都别想了 什么都别说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嘛 别再想了 你现在回家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不会让别人 再欺负你和冰冰 我会好好保护你们的 对不起 好了 好 没事 没事了 没事了 詹姆斯 我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欠了吧唧的出现 我需要你的时候 满世界都找不着你人 你滚哪里去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人间蒸发十个多小时了 你要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作为一个男朋友的义务是什么 我警告你啊 如果你再不出现的话 烦死我了 你喝吧 你欠时间的 你回去给人家 我的买性 我不需要客气 都会有钱 不需要安全 母上 还没睡 又在看老照片 我觉得心里面很烦 看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 可是越看越觉得 回不去了 我看看 听到你今天跟安德勒聊天 聊到了责任两个字 挺有感触的 记得那个时候 我刚从巴西回来 你是极力反对我跟詹姆斯在一起 我也去怂恿过安德勒 让她脱离你的控制 去追寻自由 但是呢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 我突然间明白了 自由 绝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自由 跟责任 跟自律 这是一体的 你想想看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想做什么做什么 去追寻所谓的自由的话 那不就变成了 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 不给别人留活路的世界了 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吗 真是长大了你 你妈我也在想啊 我也长大了啊 我知道我不应该捆绑 控制 还有不尊重你们的决定 我需要站在你们的角度去看 我要学会 要理解你们的喜怒哀乐 要尊重你们的爱与恨 妈 你说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离你特别遥远 你会不会很孤独啊 会 你给点回来是不是 坦白地说 肯定会的嘛 可是你还要有自己的人生嘛 不能一辈子都在一起的 我要尊重你的决定 所有的决定 可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是那个 爱乱闹脾气任性的小姑娘了 我更不能没有担当地活下去 所以 我有一个重大决定 我 不去美国了 我要留在上海 留在你身边 靠自己的能力去创业 有些事情不是一拍脑子就决定的 必须要考虑清楚 我考虑得非常清楚 那詹姆斯呢 他决定了没有 管他干什么 为什么要跟他商量 他同意也要同意 不同意也要同意 如果不同意 一直休书 直接把他给休了 算了吧 你从哪儿才能找到 像詹姆斯这么好的男人哪 詹姆斯再好 也没有我的亲妈好 如果非要让我在你跟他之间选一个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你还是选择他吧 女人哪还是要嫁人的 不 我现在不要嫁人了 我就要跟你过一辈子 我就要跟你一起生活 我不想养你一辈子 娜娜 何年纪 你跑不掉了 袁南华 你耍赖 救命啊 干吗 你吓得 冰冰 我跟瑞别卡之间 又有一些误会 造成了一些错误 但是你给我一些时间解决掉 你要相信我 我的心里只有你 就这样 好 你怎么来了 冰冰啊 握其实是 握什么握啊 有一个重大消息要跟你宣布 赶紧给我进来 那 我要注册一个工作室 发挥我的专业特长 还有语言优势 专门负责安德拉 还有晴天下其他艺人 在海外 特别是美国的演艺世界推广 太好了宝贝 那我们以后可以定居在洛杉矶了 不用的 我们不用去洛杉矶住 那我们 住上海啊 互联网是大妈 在哪里都可以办公 怎么 你不是不支持我吧 没有 只是 我还不知道 我能在合作 干多久 还有就是 我怕我以后 很难再签到工作签了 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的 詹姆斯 我们可以一起创业 我跟妈妈 都会帮助你在国内 发展演艺事业的 你怎么是要给我当经纪人 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已经加入 千禧的培训群体了吗 你的手骨打得那么棒 你肯定能在国内有好的发展 听到了吗 詹姆斯 此刻你应该大声地欢呼才对 这是全上海最牛的经纪人 詹姆斯要火了 他这次肯定要火了 怎么了 詹姆斯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有一点吃不消 我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妈妈 我现在就想 跑去贡商局去注册了 好了 今天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 你看 詹姆斯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是我给我女儿的心意 这个就是江景房的钥匙和房产账 我现在交到你的手里 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哦 妈妈 你真的太贴心了 我刚才还在想 我应该在哪里办公呢 是做办公室呢 还是当心房就由你自己决定吧 妈妈 谢谢你 你 你们两个慢慢聊啊 宝贝 其实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跟你聊一些事情 有话你就说啊 其实 等等 该不会是不高兴的事情吧 不高兴的千万别说啊 我现在高兴得不得了 你别跟我扫兴 我得研究一下这个户型图 然后看看找哪家装修公司 给我们装修 什么风格好 好 好 慢慢地呼吸 将双脚核实 先生们过来帮助你们的妻子 时刻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每个呼吸 记住 先生 婴儿和你们的妻子 都变成一个人的呼吸 这位先生 为什么不过来帮忙 不用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吸气 吸 慢慢地吸气 呼气 吸气 好 呼气 好 呼气 感受你们妻子身体的变化 好 共同地呼气 这位先生什么状况 在看手机吗 手机要关机 对不起 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 你的状态是这些先生里最差的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了 起身 慢慢地 好 好 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很开心 如果我早点能跟冰冰坦白的话 就好了 你还没告诉他 我 我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但是我肯定会尽快告诉他的 维贝卡 我希望你能在上海多待些日子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签署文件的事情 这 这是可以 可是 我 我现在钱不多 我只能住平一的酒店 可是那边又很吵 害我睡不好 我担心孩子 我会想办法 给你找一个舒服的住处 让你和冰冰都能安心休息的地方 谢谢你 詹姆斯 你可以完全脱掉责任 你可以不理我 我一定也会为自己做的事前的后果负责任的 就算我知道冰冰知道之后 一定会生气 可是如果我逃避责任 不帮你 不管你的话 那我就是个懦夫 我不会看得起自己的 这里太好了 我写完最爱了 劉奕卡 你先在这休息一下 我帮你的东西收拾收拾 我的主人 希望你不要生气 我真的是没办法 我才会偷住在你家的 你一定要原谅我 你的仆人 詹姆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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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我妈妈在江景房 她还是想再跟你谈一谈 你赶快过来啊 地址马上发给你 别别卡 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一个人在家没问题吧 那我走了啊 是龙啊 啊 谁啊 我现在拿地人的龙啊 你去把这五年特度的 多少还来我上午 都想让他有几个一本正经的啦 什么呀 是酒呀 你大把特努啊 是 我真是phasia 不要 啊 我只是认识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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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这些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哇 从这里看出去景色出的事太棒了 嗨 詹姆斯 小木娘 你看这里的景色多好啊 这一层 其实是这一栋房子里面 最好的观景层 我第一次到这儿 我就决定要把它买下来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詹姆斯 我知道你们西方人 与父母之间 是你是你 我是我的 我也很欣赏你们的观念 而且也非常赞同 你们的独立精神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跟孩子之间就讲究付出 我啊 就想买一套房子送给冰冰 还有你 作为你们的新婚礼物 张木娘 这样的事情 在我美国是没有的 我的父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不会再管我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房子也很贵 你为什么不留着自己享受呢 詹姆斯 我妈妈不是说了吗 这是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 可是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詹姆斯 什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 赶紧跟我慢慢道歉 我没有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地葫玉 这就会承问 海龙 我待会承论